在热平坦的情况之下,市场就放完第二个专递 我如果把一个热水,80度C的热水 假设是100克 我跟另外一个一杯的沙子 假设是20度C,200克的沙子 我把它倒在一起 很恶心耶 就是沙子跟水坡在一起 在情况之下,是谁的能量移到谁的身上去 是谁的能量到哪里去 我知道,两个人都会到 都到哪里 水的能量消给沙子 互传给对方可以这样讲 有时候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这样的说法 我们会从高温的流到低温的去 会从高温的能量流到低温的温量去 高温的会传到,会散播到低温的温量去 那这就不会算是互传给对方吗 互传给对方 我们习惯上会给一个 一个现象,给它一个趋势 像是电流来讲 这个导线里面有电流在流动 它是正电往这边流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说那是负电 往这边流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讲 事实上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现在习惯的用法是说 正电往这边流 我们讲的正电 可是在真实的世界上来讲 是负电往这边流 可是这是一开始 在科学家那时候没有办法分辨 谁是正电谁是负电的时候 就定义了说电流的方向是个方向 那我现在不改了啦 快使用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能量的移动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是能量的 假设是以温度方式 在做传递的时候 在做传导的时候 我们习惯就是说 从高温到低温 但是刚才讲也对 从低温到高温可不可以 当然也不是可以嘛 你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在做演算的时候 在做计算的时候 我们习惯就是 能量从高温到低温去传递 OK 这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 好 所以我们能量是从80度C的 流到20度C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假设我现在问你说 好 评论温度是多少 有没有办法告诉我 评论温度 杀的笔都不知道 杀的笔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看一个题目的时候 或是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 你有什么条件 你缺什么条件 你有什么条件 你缺什么条件 先把缺的条件找出来 那你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遇到一个问题 诶 到底需要什么 不知道 譬如诶 阿普中午煮了饭吗 好 然后就想 你就 心里应该就会突然想 诶 我中午要煮饭 那我需要什么 滑小 对不对 我会想 我需要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瓦斯 他需要饼 我需要锅子 我需要水 我需要米 至少要米 才能够煮饭 是不是 那虚胞布盖 要布盖 没有布盖 很难处犯 对不对 就是手 叫你趴上去 所以 你心里会想说 我到底遇到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需要什么东西 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判断 在这题目里看到 诶 水的比热 我需要不要给你 为什么 水的比 水的比 那是意义 那是已经知道的 水的比热 为什么是意义 因为 热量就是用水来挤 ok 然后是拿它 什么什么东西 你要回到问题的时候 不能用 就是因为它什么什么什么 都那个了嘛 对啊 就那个样子 好 这样你有回答就没有回答 是大同小异的 你要稍微牵住一点 你要水回答的问题 好 问你 刚刚阿普做的一个说法 再说一遍 就是热量 是用水的 一个 那个什么 1G 然后放下 一度 OK 这是它的定律 我们开始定律 水 上升一度C 一克的水 上升一度C 说需要的热量 一开始就是以水来说定律 因为这方面取得 而且是 到处都不一样 第一个 你在美国做的纯水 到英国做的纯水 到中国大陆做的纯水 到台湾来做的纯水 会不会有些地方不一样 它是军职的东西 它是稳定的东西 它很容易获得 我说我拿沙子可不可以 我说我在台湾拿了沙子 到美国拿了沙子 到英国拿了沙子 到沙地亚大陆拿了沙子 做的结果会一样吗 不一样 可能会不一样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它不适合拿这种过激的东西做标准 所以它做标准 都一定要拿一个比较均衡 比较大陆过的东西 拿一个当标准 用它拿水 所以它可以拿水当标准 所以之后所有彼得 都是跟谁做比 既然彼得嘛 都是跟谁比较 都是跟谁比较的 好 所以再听一下 什么叫比较 假如我现在看到沙子的比较是0.6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沙子还是 那个 用0.6的热量可以上升一遍 就可以让它上升一遍 每一什么 啊 每一粒沙子 每一粒沙子 还是每 每一颗 每一颗的 一颗 还是一颗 一颗 一颗 每一颗 你要讲定义的都要讲清楚 因为刚刚讲是每一颗的水 在这边就讲每一颗的沙子 每一颗沙子怎么样 每一颗的沙子 那个 给它0.6的热量 它可以上升一遍 好 它在讲的你们满意吗 不满意 哪里不满意 说是0.6 我听不懂 0.6的热量 辛苦对不对 什么叫得热量 8 0.6 0.6 定义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想一下 我讲的东西 清楚不清楚 没有 你等一下去哪里 我等一下去那个地方 我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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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你的那个 你跟我讲那个 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都会有疑惑 我回答了 我等一下去罗东车站 清楚 就还蛮清楚 那如果想再去哪里 我罗东站在二楼里面的饮食部 那更清楚了 对 那你是二楼里饮食部 没有 没有 我知道了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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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解决问题 你要清楚 好 请同学计算一下 平红树多少 开始 那 好 计算平红树 我们要给你证证 计算一下平红树 可以吃吗 可以吃吗 蛤 吃吗 50 50 为什么是50 当然不是啊 那那么简单 这比热是0.6 你去想一下它的意义 这比热是意义 比方说每一克 下降一度C 会装出一卡的热量 这个每上升一度C 只要需要一点C 有卡的热量 也就是讲这一克 这一克的时候 而且这边是一百克 这两百克 重量还不一样 对不对 曾经发布了一个事情 我说 来我们觉得杯水 100度C 50克 另外杯水 另外杯水 0度C 100克 混在一起说 几度C 很多东西这种 相降除热 是50度C 对不对 对 对 对还错 哪里错 为什么错 湯量的湯跟一克 湯量的重量不一样 一个50克 一个100克 如果这么好 可以变50度C 那我这边可以用5克 5克也可以 那我这边用1克 5克也可以 那太好了 这杯水不够热 夹一克的热 变热了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有啊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Magic 好 等各位的答案 好不好 等一下可以上来演算一下 演练一下 加碟了 呃 这些猴子跟我提一个提议啊 说 好像10点一个麦当劳 有点太久了 而且麦当劳不容易获得 已经太远了 马来的时候来到这边 可能都冷不不好吃 所以他提议 把10点改成5点 每5点一杯40元的奶茶 这样子 或整奶 或整奶 40元的 这样觉得怎么样 好像会不会比较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啊 蛤 没有吸引力啊 好啦 那你可以选择 你有5点 你可以换真奶 换饮料 你也可以等到10点换麦当劳 好 所以请加油 赶快 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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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然后第一个答案是 43.2 路西老师克 然后很简单 你速度打就好了 你等一下等下上了算 你有看嘛 对不对 诶 借我看一下 请问你怎么算是教的 诶 投血 你教我我就会了 我跟我讲 原来教我我就会了 赵总 有没有在想 2.25 2.25 拿纸 拿笔出来试试看 诶 教我了 我再写出来 我再写出来 OK 我有看到可是 我还是不会出来舒服 天气有点冷 如果想到速度我就走 我讲什么东西 我要看 我要看 我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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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00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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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1.25 你沒有問 我現在是你那邊有呼吸的話 我就以為你會了 好 我要結束了嗎 要停止了嗎 可以啊 要不要再給你啊 三球的方程式而已喔 他下面就有起來喔 不會 只是 你來列式啊 你來列式我們列了 只是要想一遍 我上一次有列出來啊 可是過了一個禮拜 我應該已經忘記了 但是沒有 沒有 我聖呼的 微小聲 在此 submit 四個才 怎麼樣 舀釘了沒有 你沒有看到嗎? 你沒有看到嗎? 你算錯了 那應該多少 好 來 針球 針球上來也算 快一點 都可以啊 因為這個答案網圈對不對 那你先上來試試看 你很像別人做的這樣子 他有一點我也有一點 誒 他說也有一點道理 算數答案就有一點 要算出答案 你告訴我用猜的不行 不能用心算 我要看看你也算是 誒 龍哥 你還好嗎? 夠累啊 不要每次到我課程上就累了 好不好 過分 醒來 怎麼樣? 可以上一件事嗎? 快點快點 我就是不累了 你看 你不是說你會 滑了一個 趙忠 你要上一件事嗎? 不呢? 好 那要算 現在目前只有 趙忠祐提供了一個答案 好 比喻忠祐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假設平衡的溫度是X度C 對不對 X度C 對於水來講 它是降溫到X度C 對降溫到X度C 降 降溫對不對 那對沙渣來講 是升溫和降溫 升溫嘛 所以水降能幾度C 不是嗎? 蛤? 不知 你怎麼不知的 我都一公里拼了是X度C 為什麼不知 水降溫的幾度C 蛤? X度C 不是喔 水是從80度C降到X度C 所以水降溫的幾度 我愛嗎 多少 水降溫的 水降的 水降的 水降溫的80-X 對不對 好 那沙子升溫多少 沙子升溫多少 20加X 20加X 是這樣的嗎 X-20 X-20 X-20吧 為什麼呢 你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先想一下 假設 我現在先假設 不知道幾度 是X-20 對不對 反過來 你們有時候對這個 代號的思考 目前還沒有那麼清楚的時候 你就想說 假設它降溫到50度C 那就可以想了 水從80度C降到50度C 少幾度 少30 30怎麼來的 是80-50 那同樣的 沙子從20度C升溫到 50度C 它升了幾度 30 對不對 30怎麼來的 是不是X-20 是不是這樣來的 所以就很清楚去想說 我就可以清楚知道說 它到底升了幾度 或降了幾度 所以對水來講 降了幾度 是80-X-20 對沙子來講 這升了幾度 是X-20 這樣清楚嗎 清楚 你譬如說 我本來有20塊錢 可是我隔了一天之後 口袋變成50塊錢 然後我多了幾塊錢 你為什麼那麼好 你不知道這天發生什麼事啊 所以我媽媽給我30塊錢 可不可以 我以為你說 你就睡一覺 隔天就 哪種事情 就是我今天的口袋是20塊錢 可是隔了一天之後 我口袋有70塊錢 請問我多了幾塊錢 是不是70-20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是 我如果口袋有X塊錢 我口袋有20塊錢 可是隔了一天之後 我口袋變成X-X塊錢 請問我是多了幾塊錢 你可能也是少啊 你可能也是少啊 那 假設對不對 講得非常好 可能是少 假設X-X是10好的 請問我 那我的問題是 我多了幾塊錢 等一下請回答 多了負10 沒有錯 多了負10 所以在這個地方 正字號是有意義的 我講多了多少錢 你講說負10元 你比較少了10塊錢的意思 對不對 同樣這邊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用得到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水所跑掉的能量 是多少 水 是不是 80-X 然後勒 然後勒 然後那乘那100 為什麼要乘那100 為什麼 誰知道 教授為什麼要乘那100 阿布 為什麼 為什麼要乘那100 阿布 100 為什麼 因為他比2 1乘以100 的話 就是他沒上升度的話 他要100 100% OK 可以拿嗎 但這邊平行檔它就是 100克 比2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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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不是 這麼多度C 這麼多克 這麼多比熱 對不對 比熱再號是 特別叫什麼 S對不對 好 就是水所得到的 水所濕掉的熱量 對不對 好 那沙子得到的熱量是什麼 沙子上升幾度C AKS解20 好 AKS解20 好 然後咧 要乘上什麼 乘上200 好 天啊 如果別人不回答 就沒有回答我了 是這樣子嗎 嗯 那乘上多少 乘上200 對不對 為什麼乘上200 蛤 撞得非常OK 不要客氣 要大聲一點 講錯了也沒關係嘛 對不對 還要乘上什麼 100 為什麼要乘上100 如果我說要講 我想說講分不出來 那我問你為什麼要講 為什麼你擺啊 我其實不知道 為了要回答 那不是 你要講出個所有人來 想一下咩 正常0.6 不要讓總統講 為什麼正常0.6 比熱 對不對 好了 水所放出來的熱量 到哪裡去了 假設考慮真實環境的話 那會到空氣中去了 那會到各個地道去了 那我們就往南計算對不對 我們就考慮就是 理想狀況 理想狀況 就是說 水的這家豬 跑到沙子裡面去了 那應該說 x 是假設最後的溫度嗎 平衡的溫度嗎 就是最後 溫度不會再跑的時候的溫度 那我為什麼要 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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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渫度是20度啊 所以是x-20 不是 渫度-x 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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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x-20 你知道嗎 因為我講到團面不曉得 不知道 因為假設這個X是30度C 表現什麼 沙子從20升到30 表現沙子升了幾度 沙子升完 沙子升到5度 10度怎麼來 是不是30減到20 可是我現在告訴你是 它平衡度是X的時候 表現上只有平衡在那個溫度 這幾度我們知道是X度 所以沙子從20度平衡到這邊 請問沙子上升幾度 沙子上升幾度 不是上升X度 它從20度開始上升 它不是從0度開始上升 它從X度開始上升 所以它上升幾度 是不是X-20 對吧 你看喔 這是0度C 這是20度C的線 這是X度C的線 這是X度C的線 這是150的線 這是80度C的線 我問你說 從20度C到X度C它上升幾度 它就上升了X度C 這樣對嗎 它是上升這些吧 它是多少 X-20 X-20 對不對 你如果只回答我 那上升X度C 不對喔 因為它這邊多了一個部分 就有螺氛度 對不對 這樣清楚嗎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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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小數點算錯了 小數點算錯了 哪裡算錯了 那個 應該是 43.3 43.3 43.3 你怎麼小數點越來越 好 這兩個相等 對不對 為什麼相等 這兩個是不是要相等 這兩個要不要相等 這兩個要不要相等 要不要相等 要不要相等 這兩個要相等 這兩個要相等 因為水的能量 全部跑到沙子這邊來 水的能量 水從80度C降到這個溫度 它所跑 一見的能量跑去哪裡了 它跑去向沙子的溫度上升 對不對 所以它所消耗的能量 恰好等於沙子的能量 這樣兩個才平衡 對不對 這兩個要相等 所以我們就是 80-X 乘到100 等於 X-20 乘上 這兩個相等多少 120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解開 8000-100 X-10 等於 120 X-10 4 0 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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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不知道 蛤 不知道 是哪邊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裡 我這樣怎麼上 哦 你不知道你要告訴我 我哪裡不知道 是 這個步驟我不懂 這個地方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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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個地方不懂 你必須要告訴我 哦我懂 對 這樣子對 沒錯 120 x 120 x 120 x 20 是不是兩千四百 對啊 1200加1200 是不是 怎麼樣 你舉手 不是 OK 那接下來 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就移一下 是不是 一下 把兩千四百移過去 會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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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加2400 OK是8000加2400 變什麼 10400 120 等什麼 100移過去 會變什麼 220 x 對不對 所以 x等於什麼 220分之 10400 對不對 對 對 對不對 蛤 所以我發現我算錯 又算錯了 沒有 那個 到底是哪裡算錯了 我移向的時候 100丟過去 我把它丟成120過去 哦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知道 連猴子讓我分心 怪我 為什麼要把它變成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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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就快 沒有 還沒有很快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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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因為 10400 等於220x 啊 兩邊同屬嘛 可不可以 那我就約掉了 所以這只像x 對不對 所以x等於 220分之1 10400啊 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完蛋我可以想到 我會再講一個更複雜的 哦 我可以再講一個更複雜的嗎 我覺得 對 我是覺得 影響 可能是這樣 你希望要 啊 影響變成這樣 我這樣很一樣 什麼意思 你是要 47秒 你這樣是要講幾個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想個事情 想個事情 因為為什麼 可以 比較比較不行 我會擺在裡面卡了什麼東西 好噁心 我會用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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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清楚 你們一定要每個字 每個字 每個字 所以沒有辦法讓你分析 趙總理是一樣 你不用一直在自己的計算裡面 要先停止你自己的計算 如果你想要上班牙科的話 你畢業的時候 必須先停止你自己腦袋在想的事情 專心聽我講話 你才能夠學會 然後什麼時候 聽不懂的時候 一定要喊卡 你才會學到東西 你一定要喊卡 你就說 欸對不起我這樣聽不懂 我就可以去思考說 你的問題是不是很大 現在不能處理 我必須在約時間處理 還有做一個指導時間 或者說大家可以幫你處理 只要佔用大家一點點時間 去處理要你的問題 我就可以先處理要你的問題 因為我必須知道 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我可以幫助你學得更多 可是你可能因為不好意思 講說我不會 不好意思講說我相信不懂 那我就卡住了 你就卡住了 不是我卡住 後面講的全部白講 因為你的腦袋會在想 剛才講什麼 剛修講的一點我聽不懂 那是什麼意思啊 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懂 然後就卡住了 然後後面講的對你來講 不白講 你就學不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把腦袋先借給我 在這兩堂課的時間 借給我 我們來思考一下 你在講什麼東西 你如果沒有聽懂 一定要隨時告訴我 好嗎 好了 我現在口袋有20塊錢 我經過一個房間之後 我口袋變成50塊錢 希望口袋多多少錢 哦 多多少錢 另外一個在我的課堂上 一定要有一個習慣 不要告訴我結果 告訴我怎麼算 好嗎 我口袋有X塊錢 我經過一個房間之後 我口袋變成50塊錢 我現在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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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50塊 從20塊變成50塊 怎麼是X兼50 你們是怎麼來的 你叫 我口袋有20塊錢 我經過一個房子之後 我變成50塊錢 你剛剛說你口袋有X塊錢 對啊 你剛剛講的嗎 我還是這樣講的 真的嗎 真的 你剛剛講說你口袋裡面有X塊錢 然後你走過去裡面有50塊錢 要不然就認得 這也是X兼50 我現在是X兼50 我回去看論壇 等一下 可可可 你不是說X兼 他就說20來30 我剛才說20來30 我現在20 我現在20塊錢 我現在20塊錢 我確實講錯了 OK sorry 我等一下回去看論壇 還要看 還要看 好啦 我講錯了 沒關係 那個 28 28分左右 謝謝 你說 所以說 假如說你剛剛說 X走過去然後變50的話 就是應該要是50減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根本就是我認知上有問題 叫什麼大法 就是我一直會把 後面的車子講在前面 有可能 我不確定 但事實上這不重要 我現在講新的算法 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我現在講的 我現在口袋20塊錢 我經過這裡之後 我口袋變50塊錢 現在多多少錢 多少 50減20對不對 就是50減20 對不對 減20 對不對 我現在口袋有20塊錢 我經過這邊變X塊錢 我多多少錢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多得到的0塊 你多得到的0塊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 我不要 我不要你告訴我 結果 我在講一遍 我不要你告訴我結果 我要你告訴我 怎麼算了 0元怎麼算了 20元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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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不可能因為走多 原本就多30塊 你怎麼 你怎麼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多了一定也不是你的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徐宇給我20塊 不給我答應嗎 他給我20塊 你那個是跟徐宇威脅你 不是 走過這種 對走過那房 你不知道嗎 你不要管這細節嘛 你不要管這細節嘛 後面的X塊錢 你要多多少錢 徐宇說我不怕你 我多多少錢 我逼走不講 20元 蛤 三十元 不要告訴我結果 告訴我怎麼算的 不是 可是我現在試試 我們從休憶進入房間 然後威脅區域 來看 20元開始了 我現在多少錢 20 還可以錢20 非常好 啊 我們感覺上我是多了 險還是少了錢 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那是AKS 不是一個問題 什麼 因為那是AKS 所以怎麼樣 不知道 所以就不知道 所以X什麼情況之下 我是多了 X什麼情況之下我是少了 嗯 不知道 X就是複住的時候 大於不小於20 X什麼情況之下 我是多了錢 你要算不得是 大於20 大於20的時候 就等於我多了錢 X小於20的時候 我就少了錢 所以我們進去 裡面遇到猴子的時候 兄弟把錢交出來 把錢給他 我就少了錢 啊 乖 下次再來 所以這個X X到底是多還是少 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知道他是X 對不對 但是我們用這個結果 就在表示說 這東西的變化 他從20變到X 他變了多少 對不對 我從小時候 150公分 長到現在 162公分 163公分 我長幾公分 是不是拿後面 剪別的 是不是 從現在的狀況 去看過去的狀況 就拿現在去剪過去的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把你的大尾骨打回 你原本的形狀 之後再接回來看 什麼 再講一遍 我們要把你的大尾骨打回 你原本的升高 然後之後再測一下你的推長 長高不是只有大尾骨 長高全能骨頭在長 好 我們一定都全都砍掉 全都砍掉 可以 砍掉抽片 好 所以呢 在這個皮膚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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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們再多一個東西 我多放一個東西 這東西叫做 酒精 我再做一個很特殊的飲料 好噁心 它的比熱呢 S等於0.8 它的重量呢 是150克 S啊 S0.8 S是比熱 S比熱 好 它的溫度呢 假設溫度是 溫度是 溫度是 負十度 好了 請問一下 我放在一起 三個東西 我們倒在一起之後 分數多少 好 三個東西說 酒精、沙子、水啊 對 你是不是 浪費食物 好 不要講水 不要講沙子 講沙子你也不舒服 我們講糖 好不好 那弄完之後 就是一個糖酒 你真的會混喔 幾克啊 1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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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在一起之後 哦 好負十度哦 天啊 好恐怖 為什麼要負十度呢 因為這個水是熱的嘛 它必須先跟糖溶解 溶解完之後 它倒了一個平溫度之後呢 我現在希望 我不希望喝熱酒啊 所以我想喝冰酒 所以我就把冰的酒精 酒精先拿去冰箱冰 冰完之後拿去倒進去 然後它就 好 那酒精在負十度的時候 應該還是液態 然後就噴進去 那這樣子那個糖水的比熱是多少 糖比熱是0.6啊 糖水 糖水 糖水我不知道 糖水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糖的比熱是0.6 水的比熱是1 你剛才也是說沙子也是0.6啊 那我現在說糖是水 全部都是0.6 欸不 酒精是0.8 好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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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把糖 他只是把沙子放 欸問一下怎麼辦啊 現在三個東西耶 平溫溫度幾度 沒有啊 我只有兩個東西的時候 我只有兩個東西的時候 我只有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我只有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你那個高速度 欸平溫溫度一定介於 80度跟20度溶點 對不對 大概吧 對啊對啊 這還會大概喔 那我這兩個禮拜在講什麼 還跟我講大概 看一下去喔 大概 他一定是介於20度跟80度之間 對不對 好我現在放酒精的 那到底溫度會介於哪裡 介於 負死跟20度之間 還介於20跟80度之間 還是介於哪裡 20跟80度之間的那個 中間 大概到10度的負死 是嗎 是嗎 那假如把酒精感成1500克咧 到底介於哪裡 到底介於哪裡 為什麼會介於哪裡 平的溫度會介於哪裡 大於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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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有三個點 對不對 80度C 負死 度C 還有 的溫度是20度C 對不對 我這三個東西混在一起了 我混在一起的平衡度 我混在一起的平衡度 一定介於 一定介於 這之間 有可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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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這裡面的東西多跟少 是不是這樣子 但不管多少 我一定在這裡 最低跟最高分天 這種問題 所以假設你在計算 計算結果都算出來 好高興喔 我算個字 負死一負死 對我錯 你腦袋一定要有 他一定是錯的 算錯了 你的腦袋是錯的 我看了 你一定要判斷說 你到底現在做的是 對的還是錯的事情 對不對 像剛剛徐菡回頭 徐菡的腦袋 一定判斷說 猴子在做什麼錯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 腦袋要判斷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 當你這三個混在一起 你今天想 我就是建議發生 不實之間 但是到底幾度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假設 那就高興喔 水林高興喔 我就假設 假設在這邊 可不可以 那對水來講 水降低了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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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理我 水降低了幾度 好 又當低了 水降低了 糖上升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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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說 1 x-20 x-20 可以讓嗎 90上升幾度 90上升幾度 x-30 90上升20 x-10 x-10 90上升 x-10 x-10 90上升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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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到 x-20 30上升幾度 12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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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溫度是負實 A減負實呢 A加10 對不對 如果有包補拆掉 當然這情況就要拆到包補 對不對 這不是拆掉也可以加10 好了那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計算看看 就這個假設 就這個假設來講的話 誰失去能量 誰失去能量 水失去能量對不對 那 誰得到能量 糖 得到能量 酒精也得到能量對不對 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計算 失去能量的 就是水喔 所以水是怎麼樣 失去多少能量 我們先看溫度的差異性 溫度差異性是多少 水的溫度差異性是多少 水的溫度差異性是多少 水的溫度差異量 它從80降溫到X 所以水降了幾度 所以 X減80 我不是嫌的這一位 你會變成X-80 你表現剛剛都沒跟上 我們說X X溫度在這裡 水降低的那麼多溫度 所以是80降溫度 你在看溫度的差異一定是高溫減低度 才知道差多少度 是不是這樣 所以在下面就是X-20 X減-10 那分量是什麼 所以說 所以說白眼他們都會混在一起 可以先算溫度 然後算溫度 再算重量 就是把它們乘在一起 這樣加一起 然後再把比2乘在一起 可是混在一起的比是多少 我不知道 可以唷 可能嗎 1才沒有 可以兩個先算之後 再把1回加進去算 可以 可是你還是一樣 不知道混在一起的比是多少 有 為什麼 水100克跟糖200克 混在一起的比是多少 可能就算是一樣 應該是 哦 你怎麼剛剛有算比這 哦 哦 所以說 還是要先把1.6 1.6 可是你剛剛麻煩 我們就個別算就好啦 所以 所以上次的多少量 我們現在下看 是簡單 上次的多少量 怎麼算 我知道 抽 抽 好 然後現在抽 水是多少量 不是想讓你覺得有在參與課 我們剛剛不是有算過一次 剛才差掉而已啊 然後就先1 10 OK 80 x100 x100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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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2 $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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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 x1 x2 x1 x2 x2 x1 x0 x2 1.850乘 1.8 對不對 所以水所失去的能量 下好給他了 給這兩個得到能量 所以這兩個等明 80-4 等於 這兩個等在一起 x-20乘 120 加上 x加10 乘上多少 10.8 好 這樣 120 你看完120 對不對 所以速度可以解開 可以解開 請加油 下個